日本的机器人研发技术在世界上都是颇具盛名的 但是让萱萱自豪的是 如今我们中国人也可以研发出自己的机器人了 就拿中国小伙发明的这款四族机器人来说 它的灵活性完全超越了外国的机械狗 这个四族机器人被命名为莱卡狗 莱卡狗不仅外形酷炫 而且它的稳定性和续航性也是一级棒 作为一个机器人 当然得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 莱卡狗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小跟班 它可以帮你搬运行李或是其他重物 值得一提的是 莱卡狗的行走方式完全是模仿真正的狗狗设计的 因此不论是草地还是石子路 它都能轻松的驾驭 作为一只狗狗 主人难免要带它溜弯 值得夸奖的是 带它出门时 你完全不用担心它会跑丢 因为它能清晰的记住回家的路 这要归功于莱卡狗超强的记忆力 另外当主人需要出差或旅游时 还可以把它折叠起来放进箱子里 这比养宠物狗方便多了 当大家听到这么棒的机器人 是出自中国设计师之手的时候 不少网友自豪不已 纷纷感叹 厉害了我的国 同时也有网友表示 好想要啊 好了 本期的医生科技到这里